根据美国CNN最新的报道 乌克兰在上个月 利用飞弹击沉了俄军的黑海旗舰 莫斯科号 是因为乌克兰借美国确认位置情报 才能够来击沉军舰 听听CN的最新说法 CN报道也说 这一项消息电视提供的讯息 美国没有参与攻击莫斯科号的决定 而目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情报有限 美国国防部班人科比针对媒体提问说 美国不提供有关高级军事领导人 在战场上的位置情报 也不参与乌克兰军方的目标决定 乌克兰军方是将美军的情报 与自身的情报结合来采取 自己的行动 俄乌持续在马利波的亚述钢铁厂基站 原本应该开启的人道走廊救援行动 因此受到延宕 俄国防部宣称说 现在已经在加里林格勒来进行模拟核飞弹攻击 乌方表示因为需要时间来接收盟国要提供的武器 所以在6月中旬之前 不太可能向俄军发动大规模的反攻 俄乌现在陷入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马利波的亚述钢铁厂持续冒出巨大 以及浓厚的黑烟 俄军继续采取攻势 双方进行激战 而原本俄方同意在马利波开设 围棋三天的人道走廊 与莫斯科时间5到7号的白天开放 但是乌军表示 人道走廊虽然已经重启运作 但是俄军利用各种理由设下障碍 并且违反停火协议 目前还有许多平民困在钢铁厂内 但是具体的人数不详 除了马利波 俄军也恢复对乌东其他地区的攻击 无方只称 俄军炮火攻击尼克拉耶夫 造成至少15人丧生 而乌东的克拉莫托斯克 也发生一系列的爆炸 至少25人受伤 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声称 已经在飞地加里宁格勒 进行模拟和飞弹的攻击 而美国国防部也是出影片 将M77榴弹炮送进战略运输机 将飞往乌克兰 乌方表示在6月中旬之前 乌军不太可能向俄罗斯 发动大规模的反攻 因为乌方需要时间 接收盟国提供的武器 并且让人员受讯 记者综合报道 白宫的人气犯人杀奇机将要离职了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由副发言人 顺目业从5月13号来接任 杀奇的职务 来出任白宫的发言人 来看看两位新旧发言人 在今天的互动 上面现在44岁 她是在海地出身 移居纽约长大 她将会成为首位 非裔女性的白宫发言人 同时她也是公开出柜的族群 她的身份 代表拜登政府高举的自由进步价值 而现任发言人杀奇 尽管确定离职 但是并没有透去向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她可能会跳槽到美国电视新闻台 来主持节目 欧盟在5号提出 对俄罗斯最新的制裁计划 也是因应俄战争 对俄国的第六轮的制裁 而根据法新社报道 欧盟现在也提议要制裁外传式 俄国总普丁的前妇 情妇就是前俄罗斯体操选手 卡巴耶娃 现在过去曾经有多家的媒体报道 宣称卡巴耶娃跟普丁两根是情人关系 不凭普丁在2008年曾经否认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欧盟在制裁计划中提到 两根关心紧密 如果提案通过 欧盟将会禁止卡巴耶娃入境 而且冻结她的资产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也曾经报道 美国的机密情报显示 卡巴耶娃是普丁财富的受益者 而根据大陆官方最新的通报 上海在昨天新增了 本土跟无症状感染者 总计4278例的病例 已经是连续三天 确诊数降低5000以下 北京新增了 本土跟无症状感染者72例 北京目前依旧是有17个区 是列入高风险 而中风险区域有31个 根据大陆的媒体报道 在大陆欧盟商会一项调查报告指出 因为公共链陷入混乱 营收预测下调 还有员工人力不足等等因素 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企业 考虑将现有或是计划中 在大陆的投资转到其他的国家 那么这一项的报告指出 有高达七成五的受访企业表示 因應受到大陆防疫措施的影响 不过欧洲企业依旧希望 能够抵挡住当前的风暴 继续扎根中国大陆 北京在5号到下午3点钟为止 新增了本土22例确诊 那么北京市规定居民 非必要不能够外出不能出城 还宣布要进行一个交通管制 关闭64个地铁站 并且有200多条的公车路线 都因此停逝 大家现在都习惯居家办公了 之前不是也经常有这个时候吗 也就还好 确实会有影响 比如说有些是要寄材料寄文件的时候 我们路的还可能是要材料寄的 比较多一些 然后相互沟通 可能还是见面会更方便一些 如果您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您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CTI717 若于帮您来打折